大家好 现在春天来了 天气也变暖了 很多花样不知道自己的兰花 是不是被受到一些冻汗 因为那兰花受到冻汗 不是那么容易的 尤其是一些下山兰花 因为我这里养的都是属于下山兰花 而且我们在南方 想要这个兰花被冻汗 也是没有那么容易出现的 那么如果在北方的话有养护兰花 就容易会出现一些冻汗的现象 尤其是我们买的一些商品兰花 因为商品兰花 它不像野外生长的一些兰花 抗冻汗能力那么强 那么我们买一些商品兰花来养护的话 要注意尽量天气太冷 要帮到室内来养护 那么如果说出现被冻汗的这种现象 一般这个叶子它会先发黄 而且发黄的这一部分 它是带水分的 而且它是比较饱水的 不像被晒干那种 它不像干枯的那种 也不像一种病害的那种 它是首先慢慢的发黄 发黄之后 慢慢的过了几天之后 它就会慢慢的发黑 这种情况它就属于被冻伤 而且它的面积被冻伤的面积 它是不规则的 而且是比较大片的 它不像一些叶斑病 叶斑病的话 它是出现一点一点的 这种是叶斑病 那么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些分辨技巧 就可以很容易分辨这个兰花 是否是被冻坏 或者是一些叶斑病 或者一些其他病害 引起兰花叶片出问题 有阻弱了 这是为了 颜辛 这是